1985年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上 阴沉沉的天气格外的有些压抑 伴随着细细的雨丝 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简简单单的一句身份暴露 女子马上调转了车头 与此同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同样接到了电话 可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两名暗中盯梢的汉子快速上前带走了她 而这样的事情正在各地悄无声息地上演着 这其中有购物的女顾客 有搞研究的科研人员 还有位高层领导进行语言翻译的翻译员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谍报分子 而抓捕他们的则是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 简称KGB 作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的克格勃 一直都与CIA在谍战中斗智斗勇 而这本因处于平衡状态下的两大情报机构 却随着克格勃新上任的领导瓦西列夫的到来而打破 我希望你给你的人送一通信息 你可以帮我做的吗 谢谢 紧接着一个个神秘的箱子便被送到了CIA行动处的负责人威廉手上 而当他打开箱子时 却震惊地发现这些都是安插在各地组织人员的手机 也从这开始 两大情报机构的秘密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时间来到1990年的11月 在莫斯科一处不知名的商品市场里 一名男子正缓步地在里面闲逛 奇怪的是他对任何商品都毫无兴趣 只是用眼神不住地在漂亮女孩身上来回探查 不过似乎都没有他能看得上眼的 直到走到了一个卖俄罗斯套娃的女孩面前他才停了下来 眼神中惊艳的神色异于眼表 只见女孩金发闭眼 气质绝伦 男人赶紧上前搭讪 原来他是一名来自巴黎的名模心态 目前正为挑选合适的女孩而苦恼 可他在看到眼前女孩的第一眼 就断定他有成为未来超模的前置 所以希望女孩能跟他一起去巴黎学习训练 女孩起初并不想答应 但在男人不停地劝说下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而男人也得知了女孩的名字 安 就这样 在星探的推荐下 安娜来到了法国的时尚之都巴黎 准备开启属于她的另一种生活 经纪公司里人员传动 工作节奏极快 安娜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名模背后 似乎充满着疲惫不堪 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超模也并非一世 安娜独特的气质让她跳过了配训 直接开始了照片的拍摄 用经纪公司的话说就是理论不如事件 在摄影师的指点下 安娜很快掌握了姿势 表情 神态和言谈举之等方面的精髓 而她也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模特之路而生 很快就从一名些许羞涩的摆摊小妹 变成了一名光鲜亮丽的超模星星 不久后 灯红酒绿的舞会上 安娜正在和唯一认识的好友莫德举杯唱歌 这时领导却领着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富豪来到了她的身边 作为同样是来自莫斯科的老乡 领导希望安娜能陪陪这位公司和伙人聊一聊共同话题 其中的意味深长让安娜也猜到了什么 短暂的交流过程中 安娜得知了对方的名字 奥列格 而她那腼腆的性格也深得富豪的喜爱 本想婉拒对方的安娜却也架不住奥列格的热情 仅仅两个月的功夫 安娜就与奥列格谈起了恋爱 可一切发展的都太快了 安娜不想成为那种被随时抛弃的女孩 尤其是她还根本就不了解奥列格 焦虑的心情让她试图想要结束这段恋情 或许是被爱冲昏了头脑 奥列格说起了自己的秘密 她表面上是一位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 其实背地里却是为一些处于战乱国家提供武器的军火商 比如叙利亚或者利比亚 奥列格表示她本不应该把这种事告诉任何人 但为了安娜她愿意付出一切 这番话成功打开了安娜的心扉 安娜走进了卫生间 可随着画面一转 她突然拿着武器出来毫不犹豫地干掉了奥列格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时间回到三年前 那时的安娜因为父母双亡而不幸流落街头 结果半路被一个街头混混捡回到了家里 她的命运从此一落千丈 长时间的相处下混混虽然成了她的男友 但也将很多不良恶戏传染到了安娜的身上 为了摆脱困境 安娜在网上申报了参军的志愿 这也和她死去的父母曾是海军的高官有关 然而这一切在混混男友的眼里无非是痴心妄想 她不认为变成毒虫的安娜会被录取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友为了搞钱竟然带着安娜参与了一起绑架事件 尽管安娜不停地劝说他们停手 可换来的是男友无情的痛骂 也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碰巧路过 双方一言不合开始爆发枪战 在这边当场被击毙了几个人后 惊慌的男友带着安娜迅速驾车逃了出去 他们一路跑到家里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却不知一个黑衣男子早已等候多时 对方冷静地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武器 然后二话不说就送走了安娜的男友 而安娜也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面 显然他对这个男友并没有感情 黑衣人并没有杀安娜 他正是因为安娜的入伍申请而来 对方查询了安娜过往的资料 发现他曾上过士官学校且表现得非常优异 最主要的是他死去的父亲是一名海军上尾 干净的背景加上优秀的好鸟子 这正是他们组织需要的人才 于是黑衣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叫亚历克斯 来自于苏联一个名为克格勃的特工组织 现想要邀请安娜加入克格勃 去接受一年的军事训练 再完成四年的实战任务 五年之后就还安娜自由 安娜并没有答应 反而说他已经看到了亚历克斯的脸 这就意味着要么跟他走 要么成为一具尸体 而安娜宁愿选择后者 他内心清楚 加入对方的组织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 跳入了另一个火坑吧 反正横竖都没有希望 不如一丝百了 他的这番操作出乎了亚历克斯的预料 但也得到了亚历克斯的赏识 在安娜昏迷之前 男人再次说道 虽然安娜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死 但他的生命是父母所赠 此举并不是感谢父母的唯一方式 作为将门之女 安娜为何不选择为自己博一个未来 或许想起了曾经的父亲 那时的他还是父亲眼中的骄傲 经过亚历克斯不停地劝说 安娜最终答应加入克格勃 时间一晃来到了一年以后 安娜不仅改掉了所有的恶习 还出色地完成了各种军事训练 不管是射击 刀法 表演 车技还是搏斗等 他所有的科目均是满分 于是亚历克斯向克格勃的二把手奥尔加 推荐安娜去参加实战任务 可见面的第一眼 奥尔加对安娜并不满意 他不认为安娜具备特工的潜质 如果说施展一些美元计或许还行 而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随机应变 且智力超群的特工 不管怎样 奥尔加还是决定给安娜一个机会 只要通过考验 他就将安娜内入麾下 商业中心一处餐厅里 有个需要被刺杀的目标 安娜有五分钟的时间去完成任务 而他们也会在附近等他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不管安娜有没有完成 他和亚历克斯都不会再等 于是安娜带着一把手枪走了进去 而他也很快就确定了目标所在 虽然对方的身边围满了保镖 但安娜还是没有任何犹豫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而他也被反映过来的保镖瞬间控制 考验安娜应变能力的时间到了 凭借出色的身手和果断的杀戮 安娜硬生生在壮汉们的围攻下 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五分钟的任务时间转瞬即逝 当安娜解决了目标赶出来时 奥尔加已经命令亚历克斯 毫不留情地离开了这里 等安娜回到克格勃时 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安娜愤怒地质问奥尔加枪里 为何没有子弹 奥尔加却反问他为何事发前 不去检查自己的装备 这句话堵得安娜不知该如何反驳 奥尔加接着说到 这是他给安娜上的第一课 也许这一次他可以幸运地完成任务 但还有下一次以及无数次 所以一定要明白一句话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但却给了安娜很大的提醒和警告 随后奥尔加不再为难他 就这样安娜留在了克格勃 不久后他便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他假扮一名百摊小妹 成功吸引到了名模星探的注意 当然这一切都在克格勃提前设计的计划里 再然后就是前往法国巴黎等一系列的事 最终的任务目标就是除掉军火商奥列格 以及拿走他身上的机密文件 安娜成功了 随后他又干掉了奥列格的保镖 然后悄无声息地与组织派来的人互换身份 在对方的演示下 安娜溜进了监控室 除掉工作人员后将所有拍到他的监控全部替换掉 随后用金蝉脱鞘的方式离开了这里 即便事后CIA找上了安娜 但没有任何证据他们也只能排除了安娜的嫌疑 完成任务后安娜再次回到了莫斯科 他首先见到了亚历克斯 也算是这个男人给了安娜再一次生命 不管是出于感激还是别的 安娜与他进行了一场双排游戏 当然这段不好看略过 随后安娜因出色的表现成功获得了克格勃老大瓦西列夫的召见 听说安娜擅长下棋 瓦西列夫希望有机会可以和他切磋一下棋 也就在这时安娜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五年期限过后是否真的可以获得自由 不曾想瓦西列夫对此并不知情 奥尔加解释因为从来没有特工能在任务中活过五年 所以才给了安娜这么一个说法 但安娜还是想知道自己如果活过了五年究竟能不能离开 没想到瓦西列夫直接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武器指向安娜 他说离开克格勃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死 这番举动让奥尔加和亚历克斯不敢有丝毫求情的话语 难道安娜的余生只能属于克格勃吗 之后的日子里 安娜开始不停地执行任务 他犹如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戮机器 收割着一个个任务目标的生命 然而每次任务过后他又会显得无比焦虑 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尽管亚历克斯不停地向安娜保证自己会尽力帮他 但安娜还是感觉不到希望 这天在执行完一个任务后 安娜第一次显得有些急躁 他不仅超时了任务时间 还忘记了任务规定取走目标的手指 甚至就连自己的手表也落在了现场 在奥尔加的训斥下 安娜只能再次返了回去 不久后安娜重新拿着目标的断纸交给了奥尔加 而这时奥尔加也察觉到了安娜神情的不对劲 在他的询问下 安娜只能如实相告自己早已厌倦了这一切 奥尔加明白他想要离开组织是不可能的 所以破例给了安娜一周的休息时间 没想到短暂的休息过后 安娜进一种全新的状态回到了奥尔加身边 他仿佛已经想通了一样 甚至还给奥尔加带了一张度假时的明信片 而接下来的日子 他又变成了那个冷酷无情的女杀手 解决目标毫不脱迷带水 当他出色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后 克格勃的老大瓦西列夫再次将他召回到了莫斯科 组织里唯一能和他下棋不分伯仲的只有安娜 而安娜最近的表现也让他越来越欣赏 可不曾想 安娜突然无比利落地将了他一决 时间再次回到六个月之前 安娜去度假前所执行的任务发生了意外 组织里事先准备的枪里并没有子弹 原来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中情局所注意 所以在得知安娜的行动任务后 CIA行动处的负责人威廉将继救济抓住了安娜 但他并没有马上解决安娜 而是诱导安娜做双面间谍 因为近些年中情局的特工被瓦西列夫处死了太多 此人已经打破了两大情报机构的平衡 可中情局的人根本无法接近他 所以只要安娜帮助他们除掉瓦西列夫 他们就答应庇护安娜并给他自由 安娜明白不答应的话可能马上就会被打死 而威廉口中的自由正符合安娜内心的渴望 所以短暂思考后他就答应了 并要求完成任务后可以去夏威夷生活 双方就此达成了合作 临走前安娜有些不解自己是如何被发现的 威廉告诉她是她习惯性的拎包方式 原来在近几次任务中 威廉以她独特的拎包方式锁定了她 因为任务失败又与对方达成了合作 所以安娜回去交差时有些慌乱 不仅手表落在了现场 还忘记了取走目标的手指 当奥尔加让她重新返回现场时 安娜便把自己的任务告诉了威廉 如果想要继续合作就必须打掉目标的手指 威廉明白安娜是除掉瓦西列夫的关键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命令手下切掉男人的手指 不过安娜却表示她要亲自来 因为克格勃有独特的切割方法 就是为了防止特工出现被胁迫的情况 接下来的事便和之前一样 安娜交给奥尔加后因为精神状态的问题 得到了一周的休息时间 而在安娜度假的那一周 她一直都在和威廉保持着联系 两人也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双排的想法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安娜在执行了多次任务后返回了莫斯科 因为优秀的表现 她再次得到了和瓦西列夫下棋的机会 也趁此机会下手毫不留情 当然这一幕彻底震惊了不远处的亚历克斯 不过安娜并不想杀她 只是将她弄昏了过去 随后考走了克格勃的机密资料 此时的威廉也按照时间约定出现在了外面做接应 不曾想就在安娜准备离开时 亚历克斯却突然挣扎着清醒了过来 而后更是暗响了警报 随着警报的响起 整个克格勃迅速进入戒备状态 人们封锁了整栋大楼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而安娜想要离开就只能杀出去 就在安娜大沙特杀时 里面传来的警报声促使威廉不得不离开这里 而这一走 她也不知道安娜究竟能不能活着逃出来 这件疑患来到了一周以后 因为瓦西列夫的死亡 威廉的这次行动获得了CI高层的高度认可 她也因此官升一级 不过此时她却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兴奋 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安娜的下落 就在这时传呼机突然响起 信息提示让威廉在周一下午两点 去巴黎的蒙缩公园见面 看到后的威廉一下子就猜到了安娜还活着 但不管如何 为了防止克格勃的报复 CI还是安排了人员对威廉进行暗中保护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威廉赶到约定地点后 亚历克斯竟然也坐在了不远处 而这边也全都是KGB组织的人 就在双方都以为是对方故意引自己出来时 一个大长腿突然走进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她先亲了一下亚历克斯 然后又吻了一下威廉 接着将两人聚在一起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她是来告别的 而且是永别 安娜说她小时候就喜欢俄罗斯套娃 如今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她 外面那一层层的套娃就像她如今披着的身份 不管是特工模特还是间谍 这些都不是她真实的面目 所以为了揭开最里面的那一层 她花费了很长时间 如今她有了答案 那便是自由 可一切的一切都在限制她得到自由 为此她决定提前部署自己的后路 说着安娜就掏出了一个U盘拿给了亚历克斯 这是她在克格勃拷贝的机密资料 然后又给了威廉一个硬盘 这是她与威廉双排式拷走的CI资料 现在把这两样东西还给他们 其中的意思就是她还有辈分 如果两方继续对她展开追杀 她就把这些全部公布出去 不管是威胁还是请求 安娜希望面前的两个男人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威廉和亚历克斯看着安娜沉默了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走进过安娜的内心 但无疑两人肯定被这个女人利用了 思考过后 两人最终还是答应了安娜 而安娜得到结果后也露出了眼泪 临走前还是告诉两人 他们真的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 随后安娜转身离开 不曾想刚走没多远 奥尔加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随着几声枪响传来 威廉和亚历克斯瞬间对峙了起来 但此时开启斗争并非明智之举 所以双方在组织成员的保护下相继离开了这里 难道安娜就这样死去了吗 时间再次回到三个月前 那时的安娜在休假一周后准备向奥尔加复命 不曾想在车上奥尔加突然质问 安娜与CIA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 原来这个女人在那一次任务中看到了安娜手腕上有手铐的痕迹 所以以此推断安娜可能已经背叛 但她却没有向组织举报 而是想要独自知道协议内容到底是什么 当确定最终的计划是刺杀瓦西列夫时 这个女人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安娜为了自由除掉了瓦西列夫 然后更是在奥尔加的掩护下逃离了克格勃 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 也只不过是两个女人为众人导演的一场戏 假装重担的安娜迅速躲了进去 然后推出来了一具事先准备好的尸体 威廉和亚利克斯都想要通过监控确定安娜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还是被法国警方先一步抬走了尸体 此时的安娜已经在下水道里换上了新的衣服 而她也终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随着画面一转 奥尔加坐在了克格勃最高领导的办公室里 她终于成为了KGB的老大 而就在她打开了安娜的档案信息时 一则视频突然谈了出来 只见里面安娜先是感谢了奥尔加所做的一切 但为防止奥尔加事后反悔 所以她还是提前做了一个准备 那就是安娜之前在车上和奥尔加的所有对话都被她落下来 只要奥尔加遵守莫言 这份视频便不会被公布于世 当然这一切都是奥尔加当初教她的 因为麻烦不会事先警告 所以安娜早就为自己一步一步做好了退路 最后安娜希望奥尔加能为自己感到骄傲 随着奥尔加删除了安娜的档案 本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虽然是一部典型的爆米花式爽片 但其中不停的反转也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 影片中最大胆的地方 就是导演吕克贝松所启用的女主萨莎露斯 她的确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性感超模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片 感谢观看 下期见